各位朋友大家好 在正式探討今天的話題之前 我想首先抽一點時間對於所有的這些網友 觀看我視頻的傳播我視頻信息的這些網友 表示衷心的感謝這些網友實在是太厲害了 其中有很多很多的網友他們的見解非常的高超 有很多人在我的視頻下面留的評論 讓我感覺到這些網友裡面有高人 我沒有辦法由於時間的關係 沒有辦法把所有的這些精彩評論都來給大家分享 但是我今後會抽時間爭取在每一集的視頻裡面 都跟大家分享一下這些網友的觀點,精彩的觀點 比如說昨天在我那集視頻下面 有一個網友叫做瓦斯愛爆炸 他就用一個非常形象的比喻 把美國、香港和中國大陸、中共之間的關係 說得非常的清楚,他說美國因為很喜歡香港 這就像一個大人很喜歡一個小孩子 就給他提供免費的午餐 這就是說給香港的特殊的關稅地位 特殊的貿易地位 但是這個小孩子的家長,他家裡面的其他的人 他都有機會分享這一份免費的午餐 現在這個家裡面的人,這個家長要加暴這個孩子 因為這個孩子不是他親生的嘛 是從別處拿過來的 那麼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就出手了 說你要是再這麼弄,我不給你這份免費的午餐了 不錯,這個孩子他今後可能沒有免費午餐了 但是更重要的是這個孩子願意 因為這樣一來,那個家暴他的人 不能從他的身上得到好處了 不能因為他而能夠得到免費的午餐了 而沒有免費的午餐 那個家長他就可能會餓肚子 他就有可能營養失調 好,所以這就是香港人提出的攬炒戰略 要跟中共同歸於盡,就是這個意思 這一個比喻說得非常的清楚 還有另外一位網友,他叫急穿笑 他也說得非常好,他說中共就是一個高壓鍋 香港本來是這個高壓鍋上面的一個怒氣閥 讓你的壓力沒有那麼大 中共它的經濟體系現在面臨著強大的壓力 裡面就要爆炸了 但是因為有香港這樣的一個出氣口 所以從香港他可以吸納,繼續的吸納大量的外資 進口外國的先進的技術 還有進口一些敏感的產品 在這種情況下,他就緩解了 他這個經濟體系內部的壓力 而現在這位網友說 現在中共愚蠢的要把這個怒氣閥給堵住 那這個高壓鍋能不爆炸嗎? 怒氣閥一旦堵住了,不僅僅是香港會爆炸 整個中國的經濟就會爆炸 這兩個網友說的非常的好,非常的感謝 中共在香港的處境是日益艱難 前天美國參議院一致通過了香港人權和民主法案 那昨天美國的眾議院又以絕大多數的贊成 通過了這一個法案,只有一票反對 那據說這是憑了美國眾議院參議院兩院歷史上的一個歷史的記錄 那什麼是歷史記錄呢?就是在1941年日本偷襲珍珠港的時候 美國國會要表態是否對於日本宣戰 那個時候只有一票反對 其他的所有的人都贊成對日本宣戰 那個投票反對宣戰的那個議員 後來遭到了美國人民的唾棄 後來很快的就結束了他的政治生涯 那麼這一次美國參眾兩院以這麼大筆述的通過香港人權和民主法案 這就說明了美國的朝野、美國共和民主兩黨都已經認識到了中共的危害 中共在香港所做的這些惡行 他們必須得出手來幫助香港人來制止中共在香港的倒行逆施了 這次的香港反送中運動是一個歷史契機 讓美國政界徹底的認識到中共的本來的面目 本來過去在幾十年美國政界對於中共是有一些不清楚的認識的 美國雖然他們情報能力很強 他們的這個情報分析能力也很強 但是不知道怎麼搞的 在中共這個問題上面一直犯了大錯誤 而美國又是一個大國 一旦船走錯了方向、掉頭需要時間 這一掉就是40年的時間 過去美國人認為中共還是可以進行和平演變的 他們就想幫助中共把經濟搞上來了 讓中國富裕了,讓中國的中產階級擴大了 到那個時候中共內部也有很多人 他會產生民主變革的願望 民眾又會產生這樣強大的要求 這是美國人過去的如意算盤 但是他們認識到這個如意算盤打不成了 中共不會就這麼改變了 中共確實是在美國的幫助下發展了他們的經濟 過去這幾十年 GDP 騰騰的上漲 但是中國人民,絕大多數中國人民 沒有從這個經濟上漲當中得到足夠的好處 絕大多數人還是社會底層、中產階級 只佔很小的一部分 而且中共在這個發展經濟的過程當中 他也沒有建立起一個保障老百姓經濟權力的 這樣的法律制度 他們對老百姓是愈取愈奪 所以在從制度層面、從階級結構的層面 都沒有達到這個和平轉型的這樣的一個要求 那麼現在美國朝野終於認識到 中共他們所發展的經濟 只是想讓他們自己的腰包裝滿 然後多餘的咱們用來發展這個軍備 來對全世界進行擴張、進行滲透 不僅僅用來奴役中國人民 還要來改變世界現有的秩序 現在他們終於認識到不能再幫中共了 反而要遏制中共、反而要打擊中共 尤其是川普上台了這幾年之後 對於中共的這個態度、對於中共的這個政策 是有一個相當大的、極速的轉變 現在這份香港人權和民主法案通過 這表示對於中共的這個轉變已經完成了 那美國政界對於中共的態度和認識的轉變 實際上早就已經開始了 在川普上台之後 這個進程就加速了 現在已經徹底的完成了 他們認為中共這個黨那是絕對已經沒指望了 必須得加以遏制 有可能的話加以毀滅 這是他們對中共的認識 但是他們對於中共黨魁 對於習近平的認識和態度的轉變 要遲得多 比如說在過去幾年 川普一直對習近平都是抱有期待的 他總是說習近平是我的好朋友 習近平是一個了不起的人 甚至在今年8月份在香港反送中運動 展開的如火如荼的時候 川普還發表了一通稱習近平的講話 他說習近平是一個偉大領袖 他相信習近平有能力以和平的方式 以人道的方式處理好香港的這一場危機 對於習近平的支持這是相當相當的大的 當然他說這番話並不是他從內心裡面 認為習近平是一個英明領袖 他說這番話有幾個原因 第一個是貿易戰的原因 他不希望在那個階段就和習近平徹底的翻臉 導致今後的貿易談判談不下去 第二個原因就是因為川普他是個西方人 西方有一種文化 他們對人總是先讚揚、先鼓勵 直到徹底的最後絕望了之後才翻臉的 那比如說西方人他們對於小朋友 無論是家長還是老師 對於小朋友如果這小朋友成績不好 理解力不行 這個功課做得一塌糊塗 他們從來不立身譴責經常貶低 西方的老師跟家長 他跟中國的那些老師和家長 那是完全不一樣的 他們對於教育小孩子 那是有一套的是以鼓勵為主的 那現在他說這番話當然也就是在鼓勵習近平 讓他希望他將來努力成為一個偉大領袖 那這是第二點 第三點就是因為他們對習近平個人確實還抱有期待 這個黨是不行了 但是你現在站在這個黨魁的這個關鍵位置上面 你可以做一些事情可以把這個黨整垮 你可以當中國的戈爾巴喬夫 這是他們對於習近平的期待 但是現在他們終於認識到了習近平 不僅僅是一個笨小孩 而是還是一個壞小孩 甚至可以說是個小流氓 他不僅僅不會毀滅中共 不會當中國的戈爾巴喬夫 而且他還想用中共來毀滅香港 來毀滅全世界 所以現在大家認識到習近平根本就不是一個好人 所以對他的態度就徹底的轉變了 從哪裡看得出來呢? 從9月份之後 川普就再也沒有說過習近平是我的好朋友 反而是在很多場合對他冷嘲熱諷 對他言辭相當的不客氣 那川普的表現不是最突出的 還有一個突出的人物 就是美國國務卿蓬佩奧 他在兩個星期之前在一個正式的談話當中 就不再把習近平稱之為習主席 而是把習近平叫做習總書記 他這麼做的原因就是認為 他不認為習近平是中國的合法的國家元首 只是一個黨的黨魁 這是一個重大的轉變 那有些人可能說你這是過度解讀了 絕對沒有在前幾天美國參議院的有一個委員會 叫做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USCC 這個委員會出台了一份正式的報告 在這份正式報告裡面 他要求美國的政界的要求美國政府和官員 不再把習近平稱之為國家主席 因為他們認為習近平不是中國的人民 通過合法的選舉出來的國家元首 所以不配稱之為國家主席 他只是一個黨的黨魁 那這份文件正式的出台 那這就是美國外交政策 美國政界對於習近平的認識和態度的 一個正式的轉變 這是一錘定音 還有一個跡象就是美國的緊密的盟友日本 他的首相安倍和川普也是個人關係非常好的朋友 日本突然就取消了 習近平已經計劃好的對於日本的國事訪問 這在於中日關係上面這也是一件大事 盟國已經跟美國已經在對待習近平這件事情上面 已經配合起來了 那今後可能歐洲的那些國家 五眼聯盟的國家可能還會有進一步的動作 專門針對於習近平的這一系列的動作 這就說明現在美國對於習近平的態度 已經產生了180度的大轉彎 今後很難再回頭了 已經把習近平個人當成了敵人了 這種轉變、這種打擊完全是習近平製造的 是因為他過去這一段時間在香港問題上面的所作所為 已經犯了重怒,已經露出了他的底牌 讓大家看清了他的真實的面目 過去有很多的傳聞說習近平在香港問題上面處理適當 是因為很多的黨內的政敵 比如說江派其他的紅二代大家族說他們給他在挖坑 讓他犯錯誤,讓他下不了台 那現在美國人終於知道了 根本就不是這麼一回事 習近平對於香港問題上面他是一言九鼎的 他是完全有掌控能力的 他實際上早就在香港派駐了20多個特派員 通過這20多個特派員來了解香港的情況 來幫助他在香港問題上面進行決策 在香港問題上決策的最高領導人並不是韓正 更不是江澤民或者是其他的人 就是習近平本人 這20多個特派員聯繫了香港很多很多的建制派的大佬 聯繫了香港這個公務員體系裡面的很多的人 他們對於香港的情況是摸得一清二楚 他之所以會對香港採取這麼強硬的策略 並不是因為受到了誤導 而是因為習近平他個人的性格所致 是他個人的思想所致 他個人性格是什麼性格呢? 就是紅衛兵的性格就是過去在街頭打架鬥歐 所形成的那種厚勇鬥狠的性格 你這些屁民、你香港的這些廢青 你還想挑戰我的權威那還得了給老子鎮壓 這就是紅衛兵的性格 那他的思想是什麼?就是極左的思想 在我的這個臥榻之策,你香港人怎麼能夠酣睡呢? 我在用極權手段統治這個國家 我想再把這個國家拉回到文革狀態 而你香港你這麼自由、你這麼放任 那我怎麼能夠安心呢? 我必須要把你納入我的掌控之中 所謂的《反中條例》就是習近平想把香港徹底的掌控住 讓香港的反對派、讓香港的人民沒有反抗它的空間 沒有反抗中央的空間 最後才形成了這麼大的一場衝突 這一場衝突的起因就是習近平他的錯誤的思想 這一場衝突之所以不斷的擴大 就是因為習近平盲橫的性格 所以現在美國終於意識到了香港的危機 習近平要負全責 不僅僅在香港的危機上面他要負全責 在新疆的人道危機上面 他也要負全責 美國前兩天11月16號 《紐約時報》公佈的那403頁的 關於新疆人道危機的一些文件 中共內部流出來的那一些文件 實際上美國政府他們已經在兩個月之前都已經掌握了 只不過是用了這兩個月時間來進行分析 來進行這個驗證是不是真實的 後來他們意識到這是真實的之後 就通過《紐約時報》來把它發出來了 那麼這一份文件裡面就顯示新疆集中營 關押了100多萬人甚至是更多 那這個設計完全是出自習近平的主義 是習近平2014年在訪問新疆的時候 同時爆發了兩場恐怖襲擊 那兩場恐怖襲擊造成了一些人員的傷亡 那麼這個習近平就認為這是在針對他 針對他個人權威的一種挑戰 而他回應這種挑戰的就是通過大規模的關押 他新疆的那些普通的老百姓那些普通的穆斯林 在新疆造成了一種極其恐怖的氣氛 他反對恐怖主義的一個手段就是用國家恐怖主義 用更加殘暴的恐怖主義來對抗新疆的那些 個人的那些少數的恐怖主義 在新疆造成了巨大的人道災難 這個人道災難即使是西方的那些基督徒 他們也是看不過去的 即使是他們對伊斯蘭教對恐怖主義同樣是深惡痛絕 但是他們也看不過去 所以說他們知道習近平這個人是極其殘暴的一個人 如果讓這種人繼續領導中國 如果讓這個人還讓中國繼續強大 那麼全世界和平與安全就會受到威脅 所以說現在他們必須對習近平痛下決心 要打擊他、要制裁他、要最後要把他整垮 所以今後陸續會推出很多很多的 專門針對習近平進行定點打擊的手段 哪一些手段呢?我們現在也不知道 但是可以猜測一下 首先就是要把習近平家族貪腐的證據 應當更多的公布於眾 習近平家族貪腐在過去曾經有一些線索透露出來 比如說在維京群島設立離岸公司的是習近平的親屬 比如說在巴拿馬文件裡面也透露出來 部分習近平的親屬已經涉入了離岸洗錢 那肯定還有其他的更多的證據 習近平家族除了他一個人之外 其他的人全部都有外國的居留權 甚至是有外國的公民身份 那麼這些親屬他們通過各種手段所積累的這些財富 並不是說他們不會跟習近平分享的 實際上他們整個大家族是在分享這一筆財富的 習近平是有份的 而把這一份財富,把他們的這個財富藏寶圖曝光於天下 這對於習近平的打擊是非常大的 習近平過去他騙取了一些老百姓的信任 甚至是贏得了一些體制內的這些中下層官員的一些支持 為什麼呢?主要是因為他搞了所謂的反腐運動 大家就認為你領導反腐運動 你自己肯定是比較清廉的 如果把他的貪腐證據公佈出來 那麼他在黨內的在民間的威信會進一步的受到打擊 那當然了習近平他能夠心風作浪 搞起這麼大的事情一個人肯定是搞不成的 即使是他掌握了最高權力 但是他沒有底下的一批走狗爪牙幫兇 他是什麼事都做不成,他會跟法國風一樣 很快就被人拉下馬 他之所以能夠七年的時間維持權力 而且好像他的權力地位還沒有受到嚴重的挑戰 就是因為他有一幫鐵桿的親信在幫助他 那麼美國要想打擊習近平 也必須得打擊他那幫鐵桿的親信 比如像栗戰書、王岐山、趙樂志這些人一定要進行打擊 所以今後大家可以看 美國一定會對習近平周邊的這幾個鐵桿的親信進行重點打擊 怎麼打擊呢?還是要公佈他們貪腐的數據 第三個就是美國,我相信他們今後一定會直接的介入中共的派系鬥爭 中共的黨內鬥爭,扶持那些反習派 讓他們抓住任何機會找到一些場合能夠公開的向習近平發難 能夠引起黨內矛盾的公開化,能夠引起政變和兵變 所以美國的這些政策如果是一起出台 以憑著美國的這個強大的實力 我相信一定會起到作用的 當然最起作用的還是要靠中國老百姓自己起來進行反抗 習近平是一個黨的黨魁,把習近平給打倒了 那麼這個黨他自然的就會解體 大家放心他們沒有機會再推出一個比較聰明的 比較實時務的人不會了,他留下了一個巨大的權力真空 沒有任何一個派系,沒有任何一個家族能夠填補這個真空 這個真空太大了,以至於他一旦出現 那麼整個的體系就會崩潰 所以說我們期待著那一天早一點到來 我們期待著美國快一點下手,重一點下手 我相信這一天已經不遠了 希望我們大家一起等待,在等待的同時做好準備 中國很快就要改變了 謝謝大家,今天就講到這裡 非常感謝大家的收聽收看,下次再見